求收藏 离四万收藏只差两千几了 大济宁峨眉率领一百凤字营青旗继续尾随世子殿下 与白衣臣之暴擦身而过时 并未出生 宁峨眉虽是当世县镇一流的武夫 对于在北梁军中的地位爬升并不热衷 给人一种迟钝的感觉 今天小人徒带领三百余重甲铁骑奔驰几十里送行 折腾出这一场声势 宁峨眉越过那一席惹眼的清亮白衣后 却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她在后知后觉 也察觉到世子殿下方才望向自己的眼神 没了先前的友善 宁峨眉握紧手中重量 仅次于烟刺王麾下头号猛将王同山的补字铁骑 转头看到身后百余人凤字营亲卫多数都在几步一回头 瞻仰陈之暴的滋容风采 宁峨眉陷入沉思 北梁四崖中 手握北梁第二精锐重骑六千铁浮屠的点雄处 掌管北梁三分之一白奴雨林的围府城 两人皆是陈之暴一手栽培起来的心腹大将 此时就在身后速容卧边 对于这两人与自己齐名的北梁青壮一带猛驾 宁峨眉并不热络熟视 只限于沙伐战场上的娴熟侧应 若说君终声望 宁峨眉自认不舒思毫 可如果说是手中兵权轻重 差距何止是关阶上的三级 宁峨眉自嘲一笑 提了提手中大级 缓了缓齐队速度 拉开到世子殿下要求的半里路 毛发如湿的点雄处扭头吐了一口唾沫 拟在地上 比一道 将军 这殿下该不是吓破胆子了 都不敢让我们送行 不送更好 老点还不乐意热脸贴冷屁股 咱铁浮屠个个是拿北马蛮子脑袋 当药壶的好汉 丢不起这人 更像私塾里教授质子读书十字的维府城 要含蓄许多 轻笑道 殿下四年前出门游历 身边才带了一个老马夫 这次总算是补偿回来 正在兴透上 自然不惜我们的叨扰 老点 你这只知道杀来杀去的老匹夫 哪里懂得世子殿下的风花雪月 六千铁服屠仲骑在铁骑冠天下的北梁军 能排第二 仅次于徐骁亲领的大雪迎龙骑军 一黑一白 让北莽三十五万边军闻风丧胆 春秋国战 人徒徐骁教会天下一个鲜血淋漓的真理 战场胜负从来不是单纯 假释数量的比拼 甚至不在于披甲率高低 而在于兵种搭配 其正双管齐下 再由最精锐力量在僵持中一锤定音 稀累毕 便是死战第一的鱼骨盈汉不畏死 为齐战第一三千大雪龙骑冰 开辟出一条直插叶白魁大己军腹地的坦荡血路 陈之豹坐镇中军 运筹帷幄 王妃亲自肋骨 徐骁设弃 头盔 持矛手当其冲 三千百马百甲 一路奔雷踏去 其中便有于骨盈迁余人的袍则尸体 既然西楚世子豪颜西磊毕后 无西楚 那徐骁便让西楚干干净净亡了国 金戈铁马名将辈出的九国春秋 那是武夫最璀璨的时代 点雄处为府城 正是从这场战火中崛起的年轻将领 功名都是踩着一位位春秋大将的白骨积累出来的 身上自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傲骨消气 哪里会看得起高粮子弟的驾鹰斗狗 你便是世子殿下又如何 北梁军守中军功 每年那么多粮的顽裤被父辈们丢到边境 哪一个不是被他们草链的跟死去活来 连哭的戾气都没有 哪一个最后不是连祖宗十八代都忘了只记的军中上级 你徐凤年除了世子殿下的头衔 还有什么 点雄处呸了一声 宁笑道 我去他娘的风花雪月 老子前年带着六百铁骑长驱直入北莽八百里 抢了一位刺史千金 在马背上就让曝光了他 完事了同死挂在长矛上 这才是老子的风花雪月 为辅成弯腰摸了摸爱马踪矛 打趣道 结果就被大驻国吊在军营栅栏上动了一晚上 我可是听说你那玩意儿都被动得瞧不见了 现在还能使还 点雄处一拍肚子 豪迈笑道 照样可粗可细 老点在马上床上那可都是没二话 为夫子 你若不信 把你家闺女借来一事 保你不服不行 为辅成一阵头大 道 敢打我闺女的主意 信不信我白奴雨淋灭了你的六千铁浮屠 点雄处撇嘴道 夫子又放屁了 有本事各自拉出一百人 丢到轿场斗上一斗 看谁家的兔崽子趴地上喊娘 自始至终 北梁四崖四元虎将名声加起来 都不如他一人中的小人 屠臣之暴都没有插话 既没有出声提醒身边左膀右臂出言 慎重 也没有附和挖苦那位不得人心的世子殿下 神情淡漠 义父大驻国马上要进京面胜 因此暂时是不会去北梁 北芒两军犬崖交错的边境 一切军务将一并交由陈之暴负责 北梁三十万铁骑 对此早以习以为常 小人图既是大驻国的首位义子 又是文韬武略 皆超拔流群的名将 谁不知道 这一席白衣当年 若不是亲口回绝了皇帝陛下 让他去南边独领义军 现在早就是全清南国的一方封疆大吏 哪里轮得到南方十步 蛮夷在那边上窜下跳 为辅成微笑道 宁大典雄处幸灾乐祸道 宁铁几只人不坏 杀起人来从不手软 马战不战都够尽道 老典跟他齐名 福气 至于为夫子你吗 说实话就逊色了些 为夫子不以为意 典雄处这次素来心直口快 与他讲上兵伐谋的大道理 听不进耳朵 沉枝抱望了望头顶天色 南南道 变天了 于又微扭捏着要单独乘马 徐凤年拗不过 干脆就把白马让给他 自己择上了马车 车厢里 斗鸡眼老头终于穿上了靴子 伸长脖子去看江泥手捧的秘籍 蹲在角落的江泥最是吝啬小气 竖起封面 自顾自默念读书 两人就这么僵持不下 比拼耐心 老头看到柿子殿下钻入车厢 显得有些不耐烦 蹬鼻子竖眼的 不给半点好脸色 徐凤年坐下后 摘下秀东春雷双刀放于膝上 扑捉春雷在下 秀美秀东在上 两柄刀一长一短 交叠摆放 也是一道仰眼美景 便是江泥也忍不住多瞧了两眼 他曾亲眼见识过 白胡尔脸在听潮湖冰面上 双刀卷起千堆雪 心中对徐凤年憎恶更深一层 那般美丽的女子才配得上这双刀 徐凤年 你练刀 再勤快 也是个两头蛇 三脚猫 只会辱没了双刀 上来 听书的徐凤年自动忽略掉羊皮球老头 闭上眼睛 吩咐道 读那本千剑草纲 将你打开脚边塞满密集点集的书箱 好不容易找出古转体封面的千剑草纲 翻开阅读起来 这段时约 读书赚到了银子不说 还被迫认识了将近百个生辟字 一字识文前的惨痛代价 每个字让江泥第二次撞剑都要咬字格外加重 果然是一位极恶如仇的小泥人 徐凤年听着比较首次阅读要舒畅太多的声音 气息随着千剑文风而微微变更 是大夫登高作富 那都是有感而发 越是情深 读之越是动容 舞者撰文也是一个道理 写出来的东西跟福道经典根本不是一种味道 这千剑草纲更是字字铿锵 难怪白胡尔脸会极为推崇 说这本是在二楼丰富藏书中能排前三甲的好书 徐凤年听得入神 却被人打岔 都是屁话 被打断节奏的江泥将脑袋从书籍后头探出 瞪了一眼 老头对世子殿下相当不敬 刻意生疏 唯独对江泥却是亲眼相加 挤出一个笑脸 主动解释道 老夫是说这本书满纸荒唐言 误人子弟 徐凤年睁开眼睛 微笑道 此话怎讲 不管伸手如何可那臭脾气 绝对是天下少有的老头白了一眼 讥讽道 老夫便是一字一字详细跟你说见到 确定不是对牛弹琴 徐凤年无可奈何 这老怪物在徐霄嘴里 似乎岁数不小于王先知 只有忍着 江泥显然很喜欢看到徐凤年 被人不当一回事 虽说不怎么对这古怪老头有亲近感 可这一刻却是心中好感 嗖嗖嗖往上猛涨 老头看到江泥脸色变化 心情大好 对徐凤年的打击不遗余力 你一个耍刀的门外汉 就别遭见千剑草纲了 这书不管如何废话连篇 也不是你可以领略书中那点筋骨的 千草若是被书名蒙蔽 真以为是在讲述诸般见招机巧 就当真是笑死老夫了 殊不知这个半百年纪 才抓住见到粗略皮毛的杜思聪最擅长诡诀 剑草不错 可那早就被老夫斥责过了 这才有了这本从剑草衍生开去求建议的千草剑纲 只是杜小子终究只有半桶水 晃来晃去 只有些小水花见到了桶外 可笑之处在于后人都看不出这些水花 才是仅剩不多的妙处 徐凤年震惊道 写千剑的杜思聪求交于你 老头伸出三根手指 理所当然道 在雪地里占了三天三夜 老夫才勉为其难 指点了三句话 徐凤年心中悍然 江泥倒是比世子殿下出息百倍 一脸信你我就是笨蛋的俏皮模样 不轻不重道 吹牛皮倒是厉害 有本事也写一本放入武库的经典去 人比人气死人 老头对徐凤年始终板着臭脸 到了江泥这边 就是一副慈眉善目的嘴脸 小丫头 老夫独来独往惯了 心中万千气象 不屑付诸彼端 再说那听朝廷 能入老夫法眼的书 不过寥寥五六本 也不是傻了不起的地方 江泥瞪圆眸子 还吹 还没完没了了 老头愣了一下 不怒烦喜 哈哈大笑 有些多余的徐凤年 被老头搅和得对千草 兴致缺缺 就让江泥换了一本秘籍 结果读了不到一千字 又被老头的巨傲评点给打断 再换一本 不出意外 再被批得不值 一文 徐凤年只是觉得受益匪浅 江泥却已经要疯掉 读书挣钱本来就是体力活 而且还是伺候 这仇家徐凤年 才赚到的血汗银子 老头却在那里 故作高人的指点江山 江泥起先 因为他一大把年纪 就一忍再忍 三番五次后 实在是受不了 江泥摔书 满脸怒气道 闭嘴 瞧瞧 静默者黑 跟柿子殿下血口投产 是越来越顺溜了 徐凤年不理会江泥的发飙 笑呵呵问道 要不我找吕前堂炼刀去 在旁指点指点 老头伸了个懒腰 叔父躺在车厢内 美好气道 你所配两刀的原主人 老夫倒乐意说上两句 你就算了 悟性吗 马马虎虎 大概能有老夫年轻 那会儿一半 可惜练刀太晚 一身内力还不是自己的 不信你能练出个三五六来 眼中笑意满满的江泥 落井下石道 这话真实成 徐凤年低头伸出一根手指 划过袖东刀鞘 一半悟性 江泥似乎想起什么 冷哼道 那人是小人屠臣之暴 比你可要瞧着 像柿子殿下多了 徐凤年抬头笑道 那也是像而已 江泥竟有点怒气不争的意思 约莫是愤懑于自己的头号敌人 如此不济 犹辱他和神福 恶狠狠道 你就不知压一压 那臣之暴的风头 掉头就跑 不怕被人笑话 徐凤年哑然道 要不然还跟陈之暴打一架 江泥恨恨道 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 打不打就是另外一回事 老头扯了扯羊皮球 笑道 小丫头 你这就所有不知了 咱们眼前 这位世子殿下刀数平平 心思度长 却是得了徐霄真传 只不过那姓陈的小人徒 恐怕早就知道这点没那么容易糊弄 倒是身后那些个光肠力气 不长脑子的北梁网夫 时有星号星号没看出来 徐凤年志若网闻 江泥若有所思 老头一语道破天机 小丫头 比心机 你这辈子想必是比不过这阴险家伙了 要不老夫教你点功夫 还是有希望一较高下的 他便是得了全部大皇庭 只要不曾真切摸到五道的门槛 你一样可以一箭破之 谁说女子不可一箭力当百万师 这小子的娘亲 便是老夫生平 仅见的三位见到大成者之一 徐凤年默不作声 左手握住春雷 老头斜眼看着双刀 笑道 原来是习惯左手刀 小丫头 你看 老夫就说 这小子狡猾得很 徐凤年笑着松刀起身 缓缓道 今天先不听书了 等徐凤年离开车厢 江泥正正出神 有点恼火 老头问道 姓江的小丫头 如何 要不要跟随老夫学点真本事 不曾想江泥毫不犹豫到 学什么学 老头纳闷道 为啥不学 当年求老夫收作徒弟的笨蛋 可以从北梁一路排到东海 江泥冷声道 我若跟你学 徐凤年早就让我死了 老头挑了下一条西书眉头 他赶 江泥将书放入箱子 叹气道 再说你也就是嘴皮功夫厉害 跟你学没什么大出息 老头捧腹大笑 几乎要在车厢里打滚 江泥恼怒道 笑什么笑 老头坐正身子 神秘兮兮兮低声道 你可知老夫是谁 江泥一脸平静道 我管你是谁 老头揉了揉下巴 躺在车中 翘着二郎腿 自言自语道 这倒是连老夫都快忘了自己是谁 又能有谁记得木马牛 咱完 优优独